顺应7月开始的台湾振兴三倍券 花莲县新城乡率先开跑 从6月20号开始 来到新城乡特约饭店 以及民宿的住宿游客 并会赠送200元的 慢波振兴券 还会推出新城喜有趣 五行漫游小旅行 期盼能够加速地方的观光产业复苏 也活络地方经济 顺应7月开始的台湾振兴三倍券 东部花莲新城乡率先开跑 从6月20号开始 新城乡特约饭店 民宿住宿游客 赠送每房200元慢波振兴券 那我们也要谢谢新城乡 所有的理宿业者 以及我们的产业等 愿意来配合这一次公所 公所所请判的 我们慢波振兴旅游的方案 非常谢谢你们 尤其这一次总共有62家的理宿业 以及41家的业主 共同来参业 不管是大企业 比如说我们的产业自动 守在县乡光荣 我们征宏市场 那今天你到一个现场 不管是我们的一个小吃店 我们都要通通列入 征选将去民谈 希望我们到花莲来旅游的 我们全国的乡亲 国内的旅游 因为疫情反而 如火如不的 在继续 各项政府都在办 但是我们新城乡要所创 要从客人到新城乡 让我们的业者 不要因为疫情 往而之后 转不高级 所以我们新城乡 努力以赴 对这一次的观光礼物复苏 我们要请客人到新城乡来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合作 好不好 现在下面代表会主席 陈秀林 以及先演出光明 则是达理的支持 这项正式方案 我们全体代表都非常支持 厢长这次的方案 因为不仅能够带动 我们民宿业者的住房率 以及我们附近商家的业绩 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 所以我们全面的来支持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城乡来做客 欢迎大家 我们新城乡 今天来办这个曼坡新城小旅行 行销宣传活动 那我们结合我们的曼坡 曼坡是我们新城乡 产销最多的曼坡 那我们新城乡用我们这个曼坡来做logo 那我们现在来促进我们曼坡振兴建 那现在来我们新城乡销会 把我们新城的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厂商能够带动 我们的所有的经济 在这边也感谢我们乡长很用心 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活动啊 积极在我们所有的整个新城乡 新城乡长和立台表示 受疫情影响 今年初开始造成人心惶惶 国内旅游冻结 观光服务以及各项产业 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 相公所严谨做好防疫也重视民生 无论是扩大极难纾困或是安心上工 相公所团队五部领先规划 成效也彰显了团队效率 近期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首要考虑的就是复兴乡亲的生计 因此规划了曼坡振兴计划 以新城西游区为主 推动观光以及结合旅游业 再由曼坡振兴券连结新城乡各个产业 将新城的观光景点产业 推广到全国 加速乡内产业复苏 提升观光景点以及产业的能见度 记得终于节目的